科比去世至今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 虽然时光不断流逝 但却带不走球迷对她的思念 不少人都把对科比的关注度转移到瓦尼莎的身上 科比去世时 瓦尼莎才38岁 而今的她已经年满40岁 人生尚未过半 还有着大好的年华 因此很多人都在猜测瓦尼莎到底什么时候会传出恋情 通过近照可以看到40岁的瓦尼莎保养得非常不错 小脸依旧精致美艳 身材风雨 体重长到了200斤 但看上去还是半点都不折损她的美貌 在科比刚去世不久 就有多达20名运动员对瓦尼莎发起攻势 但她始终不为所动 然而近日瓦尼莎高调晒出和某成熟男子的亲吻照 照片上 瓦尼莎毫不避讳地靠在对方怀里 而那名男子则很轻易地在她脑袋上深情疑问 两人的互动非常亲密 以至于外界纷纷猜测不已 但瓦尼莎却一点都不想主动发声解释两人关系 看来这段恋情是实锤了 不少球迷得知消息都表示 瓦尼莎终于守不住了吗 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 也许科比也希望她能再找到一个抵抗 那么你觉得瓦尼莎真的会改嫁吗